3-2,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动量手横的一些练习题 看第一个,这里在光滑平面上有AB两个木块 这里A和B两个木块 这木块呢,中间有弹簧把它压缩 那现在AB如果把弹簧弹开来 发现这个A会往左边弹 B会往右边弹 AB两个分开速率,它说3比5 AB分开速率3比5 那也就说A的速率如果3,B的速率就是5 那我现在假设A的速率是3V 那B的速率呢,它就有5V A有3V,B有5V 那弹开,在弹开前,弹开后 它的动量它要维持一样的 所以弹开前的动量等于弹开后的动量 弹开前,题目上说原来它们都是静止的 所以原来静止一开始的动量它们都是0 那弹开以后呢 A的质量我就写A 假设A的质量是A 乘上A的速率因为AB速率3V5V 但是方向相反 所以A如果向左 那我把向右当做是正 那向左它就是-3V 加上B,质量B 可是速度呢,往右当成正的 那往右就有5V 这时候A是-3V B是5V A的质量乘速度加B的质量乘速度 这个加起来就B AB两个全部的动量 弹开前的动量 要等于弹开后的动量 这样一向过来 于是就有了什么 3个AV 就要等于5个BV 那我把V消掉 于是是不是就3A 会等于5B 3A等于5B 所以A比B的质量 就等于5比3 所以这个C提答案5比3 这是B的答案 我们来看第二题 有一个步枪发射子弹 那这里假设这边有一支步枪 这里这支步枪 里面有弹簧 那假设有个子弹 假设这里面有个子弹 从里面发射出来 那现在如果子弹质量是M 那这个枪质量是大M 那子弹发射的时候往东发射 假设向东速度是V 那现在步枪质量大M 因为枪把子弹往前推 子弹把枪就往后退 所以枪会往后退 所以假设向后退的速率是V1 那现在问你这个V1速率 步枪反冲的速度有多大 这里在发射以前跟发射以后 因为只有枪推子弹 子弹推枪 只有枪跟子弹之间的作用力 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呢 它动量要守恒 也就是说发射前全部的总动量 和发射后全部总动量 它要相等 所以发射前 子弹在枪里面全部总速度是0 所以全部总动量是0 等于发射以后 枪跟子弹就分开来了 那子弹往前 假设子弹向右 向右如果是正的 那子弹质量M 速度是V 这是子弹的质量乘速度 这个就是子弹的动量 加上枪质量大M 如果枪后退 我不晓得速度多少 假设后退速度是V1 这个 一个是子弹的动量 一个是枪的动量 这两个动量 加起来全部总动量 发射前的动量 要等于发射后 全部的总动量 移向过来 M乘以V1 速度就要等于 M乘以V 有负 一过来是负的 V1等于什么 把负M除下来 MV 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枪支 后退反冲的速度 负的大M 分之MV 所以这一题 C的答案 再来我们看第三题 质量100公斤的车子 上面载一个50公斤的人 也就是 这里这一部车 我重新画一个 这里一部车 这个车 质量是100公斤 车上有一个人 这个人质量 他是50公斤 那人在车上 本来人跟车一起动 他们一起动 题目说 一起运动的速度是10 这两个 一起运动 速度是10 向前进 如果这时候 人跳下来了 人离开车子 所以人下来 还是50公斤 可是这个人 往前跑 速度变成5 让物理 这时候速度是10 现在速度会变成多少 不知道 这里 原来 人在车上 人跟着车一起动 所以人的动量 跟车动量 全部动量 他们在一起的 那整个人跳下车 只有人跟车子之间有作用力 没有其他的外力 人往前跳 那车子在水平速度 他速度他会变 可是变多少 这个我们来计算一下 如果在跳车以前 人在车上 是不是全部车子有100公斤 加上人50公斤 100加50全部质量 乘上 他们全部速度 总共是10 那等于 后来 这个是 跳车以前 全部动量 跳车以后 人跟车子分开了 所以分开 有不同的速度 人50公斤 可是速度是5 车子 100公斤 速度多少 不知道 假设速度是V1 那这时候呢 100加50 全部质量是不是150 150乘10 总共是不是就1500 等于 250 再加上 100V1 250移过来 1500减250 是不是1250 1250就等于 100V1 所以这时候V1 速度等于多少 等于12.5公尺 这个 当 人 跳下车之后 车的速度变了 一般而言 当人在车上 人往前跳 人会给车子向后的力 车子给人 向前的力 不过 这里 你会看到 因为 人在车上 本来速度是10 现在人 跳下车之后 人的速度变慢了 也就是说 人的动量减少了 那表示 人有一些动量 会给车子 所以车子动量会增加 所以车子的速度 有加快 所以本来车子速度是10 现在跳下车以后 车子速度变成12.5 所以这一题 A的答案 在第四题 AB 两个人穿着冰刀 当你穿着冰刀 站在冰上面 这时候表示 整个题目上在告诉你 它在忽略摩擦 所以没有摩擦的情况下 A把球 A手上有篮球 A把篮球丢给B 所以A丢球 可是B接球 所以这里有两个人 假设这一个人 这个人是A 在地面上 在冰上 这个是A A质量40公斤 然后A拿着一颗篮球 这颗篮球质量是5公斤 往前丢 本来速度是5公尺 每秒 结果这个球 丢出去以后 B接住球了 有一个B质量 它是35公斤 可是球飞过来 所以B就接住球了 这个球 5公斤就这样飞过来 那问你 刚刚问说A丢球的时候 把球丢出去 A后退有个速度 这个后退速度 VA是多少 再来B 这个人是B B接球 接了球之后 B也后退 B后退有个速度 这个速度叫BB A向左 B向右 那问你 我们先来算算看 这里A的速度变多少 B的速度变多少 这里因为刚刚我们说 一开始做什么 A丢球 A丢球 就只有A给球作用力 球给A反作用力 所以只有A和球之间的作用力 反作用力 没有其他外力 所以动量守恒 丢球以前呢 球在A手上 那整个A是静止的 球是静止的 全部总动量等于0 那总动量是0 这丢球以前 丢球以后 球跟能分开了 所以球跟能有不同的动量 A 球有5公斤 速度是 如果我向右是正 那A就会后退了 那A后退呢 加上A质量 40公斤 可是A的速度 我叫做VA 所以VA有多少 先算VA出来 VA是什么 25 55 25移过去 是不是负25 等于40VA 那这时候VA等于什么 A的速度 是等于负的25除40 这个一除 等于负的0.625 这速度 公尺 每秒 一秒钟 后退 0.625公尺 这是A 后退的速度 再来B呢 球是不是就飞过去 B接球了 所以刚刚 这个是算A 丢球的情况 再来我们来看 B接球的情形 接球以前 人跟球是分开的 所以球 5公斤的质量 速度是5 往右边飞 等于 因为 质量 B速度是0 所以B动量是0 所以只有 一开始只有球的动量 再来 球飞过来了 B接住 所以 球5公斤 B有35公斤 所以5加35 球在B手上 全部就有 40公斤 那B接住球之后 就接到了 球的动量 结果 B也向右边退了 55 25 等于 5加35 是不是40 乘以VB 所以VB 等于什么 VB算出来 25除40 就等于 0.625公尺 所以B的速度 是0.625公尺 这个向右边 刚刚A是负的 所以A向左边 现在B是正的 B向右边 那现在题目要问你 AB之间的相对速度 AB之间相对速度 相对速度是什么 这第三个步骤 如果我现在要算 VAB 就是A对B的速度 A对B的速度 其实怎么算 就是把A的速度 减掉B的速度 A对B的速度 就是把A的速度 减掉B的速度 结果A的速度呢 A的速度是负的 0.625 减掉B的速度 B多少 B是0.625 这两个一减 就等于负的 1.25公尺 每秒 这个是 A对B的速度 所以A对B 负的1.25 或者是说 A对B的速度 是向左 因为A往左边退 所以A对B而言 是向左 1.25公尺 每秒的速度 所以1.25是什么 比1.2大 在1.2到1.6之间 所以这一题 诸的答案 在第五题 质量5公斤的人 在大M的车子上面 本来在这静止的台车上 他往前跑 我们先看这个情形 这里有一部台车 这个这部台车 质量是大M 有一个人 这个人质量小M 人在车上 他说人对D跑的速度是V 人对D的速度如果说是V 那这大M 台车后退 后退速度是A 人向前跑 速度是V 车往后退速度 他说后退速度是A 所以A是整个台车后退的速度 这第一个情况 再来第二个情况 如果同样的 如果同样的这部台车 这个台车质量大M 人在车上 人质量小M 可是呢 现在人往前跑 他说人对车的速度 如果人对车的速度是V 这时候他说车子后退速度 如果叫做B 问你A比B几比几 这个怎么办 先看第一个情况 我们先算A出来 第一个情况 人往前跑 车往后退 人在车上跑 只有人跟车之间的作用力 没有其他外力 所以人跟车彼此动量守恒 整个系统他动量是守恒的 因为没有其他外力 只有人推车 车推人 在跑以前 整个跑以前是什么 人跟车是禁止的 所以跑以前车子动量 人在车上全部动量是0 跑了以后 人往前跑 车会往后退 人的质量MV 加上车 人的动量是MV 车的动量M 乘以A 小MV 这是人的动量 大MA 这是车的动量 人的动量加车动量 这是人在车上 人在车上跑 人跟车不同方向 不同速度 所以他们有不同动量 可是全部总动量 要等于原来的 所以动量守恒 是指在整个系统里面 当不受外力的情况下 整个系统 在作用前跟作用后 总动量要维持不变 所以我在作用前 总动量是0 作用了以后 人的动量加车的总动量 全部合起来 总动量还是要等于0 所以这时候一向过来 负的MV 等于大M乘以A 所以A等于什么 A就是 A就台车的速度 台车速度就负的MV 把大M除下来 所以 除以大M 这个就是A的速度 这先算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情况 当人对车的速度是V 可是车的速度是B 所以这里呢 我们来看看 当第二个情况 如果人对车 整个速度是V 人对车是什么 是人的速度 减掉车的速度 所以当你把人的速度 减车的速度 等于V的时候 人的速度会等于 V减V车 一过来是变成加上V车 可是V加上V车多少 V车就车的速度 车的速度是B啊 车跑的速度 这个速度是B啊 所以 这个车的速度 它是B 所以 人的速度是V加B 车的速度本身是B 跑以前呢 全部总动量是0 等于 跑了以后 人跟车分开 可是这时候 人 质量小M 人的速度 是V加B 这是人的速度 所以把人的质量 乘以人的速度 这是人全部动量 加上车 车的质量大M 车的速度是B 这个是 车的动量 所以人的动量 加车动量 总动量等于0 所以这时候 等于乘开来 MV加上MB 再加大M 乘以B 那这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把MV加上 因为我要算B 把B合并起来 这个B是位置数 小M 加大M 乘以B 所以一向过去 是不是负的MV 就等于 小M 加大M 乘以B 所以B的速度 我就算出来了 B的速度 等于负的MV 分之小M 加大M 这个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算出 当人对车的速度 是V的时候 真正车对D的速度 是负的MV 所以小M加大M 好 那再 最后一步了 A的速度算出来 B的速度算出来 题目要问 A比B 几比几 所以A比B 几比几 我写在这边 这就第三步 当我先要算A 比B的时候 等于什么 A是多少 你也知道 把它变成一个凡分数 A是负的MV 分之大M B呢 负的MV 分之小M 加大M 好 这样子 等于 是不是我们把负号消掉 MV跟MV 是不是也约掉 这个MV 跟这个MV 也约掉 所以剩下什么 是不是剩下 内向相乘当分母 所以分母大M 外向相乘当分子 所以外向分子 是小M加大M 这个就是最后 A比B的答案 所以A比B 小M加大M 所以大M 所以这一题是B的答案 第六题 一个静止的炸弹 本来炸成两块 一个炸弹 把它炸成两块 其中一块质量是一公斤 它本来往北 速度是12 另外一块质量2公斤 当一块向北 另外一块应该就是向南了 向南速度V 不知道 整个爆炸的题目 它是属于 没有外力作用 炸弹内部的火要向外炸开 所以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爆炸前爆炸后 它动量要守恒 那爆炸前动量呢 整块全部质量 一公斤跟两公斤 全部质量是1加2 可是原来是静止 所以一开始速度是0 所以爆炸以前 它动量它是0 爆炸以后炸成两块 其中一块一公斤的往北 速度是12 那另外一块呢 两公斤的速度不知道 假设是V1 所以这里 一公斤的速度12 往北 两公斤的速度V1 这两个加起来 全部的总动量 这爆炸以后 要等于爆炸以前 可是爆炸以前 局部总动量是0 等于1乘12 一公斤的动量是12 加两公斤的速度是V1 所以两倍的V1 一向过去就等于负12 所以V1等于什么 负6公尺每秒 两公斤的负代表向南 往北如果正的 向南速度就是负的 所以负6表示向南速度是6 所以速度是6公尺每秒 方向向南方 这一题C的答案 第七题 一个笔直的公化轨道上面 有AB两部台车 质量分别是100公斤跟150公斤 也就是A的质量100公斤 B的质量150公斤 好 我现在我有一部A台车 这个是A车 A车质量有100公斤 然后另外有一部B车 B车质量150公斤 那B车上面有一个人 这个人质量50公斤 所以人一开始是在B车上面 那A往前跑 如果A车一开始速度是4 那B车一开始速度是6 现在要问说 因为B车跑得比A车快 这个是A车 这个是B车 B车跑得比A车快 所以眼看着B车要去撞上A车了 那快撞上了 这时候呢 人如果从B车跳上A车 跳过来 这时候你能往前跳 你的脚会往后踢 所以会让B车速度减慢 人往前跳 你会给A车一个向前的动量 所以A车有个向前的动量 所以A车的速度会加快 B车速度减慢了 A车速度加快了 什么时候 B车不会撞上A车 这里 如果B车跑得比A车快 那B会很快的撞上A 如果A车跑得比B车快 那A车就离B车 就分开越来越远 什么时候他们可以保持一样的距离 B车撞不到A车呢 只要当A车的速度 等于B车的速度 当两车速度相等的时候 他们就撞不到了 所以这里 人如果能跳的速度假设是V 人在车上从B车要跳到A车 我假设能跳的速度是V 现在问你这个V至少要多少 那人本来在哪 人本来在B车上面 人在B车上跳车以前呢 因为人跳车 人往前跳脚向后踢 所以只有人跟车 彼此之间的作用力 水平方向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水平方向 它动量它要守恒 那一开始 跳车以前 车子有150公斤 加上人有50公斤 人在车上全部速度是6 这跳车以前 跳车以后 人离开车子的 人质量50公斤 向前速度是V 50乘V 这是人的动量 加上 人跳车以后 车子的速度变了 150公斤的车 这B车的 B车 150公斤 速度不小的变多少 我写V 所以 人的速度变V 车子的速度变V 人的动量 加车的动量 等于全部的动量 一开始 150加50 200乘以6 这是全部的动量 等于50V 再加150VB 所以这里 50V我一过来 那是不是1200 减掉50V 就等于150V 所以VB等于什么 VB 150出下来 那是不是就是 150出下来 是不是就等于1200 减掉50V 这是B车的速度 所以B车速度 我们先算出来 这个是B车的 再来我们看A车的速度 人从B车 飞到A车去 当离开B车的时候 我们说 人的速度是V 所以就这个V的速度 落到A车来 那在掉进A车之前呢 人跟车是分开的 所以对A车来讲 车子质量100公斤 速度本来是4 加上人本来50公斤 速度是V 这个车的A车的动量 加上人的动量 加起来全部的动量 人跳上车以后 这时候人在A车上面 是不是100公斤 再加50公斤 乘以全部速度是VA 这个是跳车以前 100乘以4 车的动量 再加50乘以V 人的动量 车动量 加人动量 跳车前全部总动量 那跳车以后 100加50 人在车上 在A车上面 全部质量 150公斤 乘以在A车上 整个速度 变成VA了 所以400加上50V 就等于150乘以VA 所以VA等于什么 把150除下来 是150分之400 加50V 这是A的速度 我说当你 人从B车跳上A车 如果要让B车 B车如果撞不到A车 那必须要让这个 A的速度跟B的速度 要相等 所以A的速度是150 分之400 再加50V 要等于1200 减掉50V 除以150 这个是A车的速度 要等于B车的速度 那两个速度相等 这个接下来 分母150 150 消掉 所以400加50V 要等于1200 减50V 所以减50V移过来 50V再加移过来的50V 总共100V 100V 100V等于1200 这400 一过来 1200减400 剩800 所以V 人跳的速度 必须每秒公尺 有8公尺的速度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是要 猪的答案 第八题 质量是M的木块 在光滑水平面上 本来初速是V 这样一个木块 本来向前速度是V 那现在有个小M的一块黏土 从上面垂直掉下来 以微小的速度掉下 因为掉往哪边掉 我现在本来这个木块 质量大M 它是水平方向运动 所以有个向前V的速度 上面有一块小M的一块小黏土 从上面掉下来 因为垂直往下掉 所以呢 垂直往下掉 顶多黏土有重量 M的质量 所以有Mg的重量 当你掉下来之后 往下压着木块 可是呢 黏土跟木块黏在一起 顶多只有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可是呢 水平方向并没有物体 并没有外力提供给木块 或者给黏土 所以整个系统在水平方向 它并没有受其他外力 所以既然水平方向不受外力 水平方向 它应该要遵守动量守恒 垂直方向动量不守恒 因为垂直方向 小黏土的重量往下掉 小黏土的势力被地面抵消了 所以即使小黏土力量再大掉下来 它并不会 整个木块并不会往下掉 所以垂直方向的动量有被抵消 可是水平方向没有外力 所以水平方向 那动量它要守恒 所以这一题 我们必须要遵守水平方向的动量守恒 不过要记得 垂直方向动量不守恒 这个是这一题最主要的关键 那因为木块只有水平方向运动 所以我们只讨论水平方向的动量 那在掉落之前 木块质量大M 速度是V 所以在水平方向 木块只有MV它的动量 那小黏土呢 小黏土往下掉 可是小黏土没有水平速度 所以在水平速度上 小M它的水平速度是0 这个是黏土在水平方向的动量 两个动量加起来 是水平方向全部的总动量 那小黏土是不是黏在木块上 水全部黏在一起 两个一起动 小M加大M 全部总质量 乘以速度 速度是V1 所以全部MV 这是落下来之前 总动量 等于小M加大M 乘以V1 掉下来以后 全部总动量 所以V1等于什么 小M加大M 移下来 分支大MV 这个是V1 就是当黏土掉下来之后 木块跟着黏土一起运动的速度 所以是MV除以小M加大M 所以这一题猪的答案 再来第九题 有两辆车子 这里A B两辆车子 这两辆车中间用细线把它连起来 中间有装弹簧 有压缩过的弹簧 所以把弹簧先压缩了 再用细线把它绑起来 那本来他们一开始 他们的速度 A B两辆车速度都是同时向右1.2 这个速度一开始向右1.2的运动方向 结果中间一半以后把细线烧断 烧断 结果这时候弹簧弹开来 弹簧弹开 弹簧往右边推 A会被加速 弹簧往左边推 B会减速 可是整个系统里面 A B之间没有其他外力 只有A B跟弹簧之间的作用力 没有其他外力的情况下 整个弹开前弹开后 它动量它要守恒 所以我要知道 弹开前动量是什么 A B连在一起 A有多少 A的质量是3公斤 题目要求B的质量 所以B的质量不知道 假设是B A3公斤 B不晓得 A加B全部总质量 乘上速度1.2 这弹开以前 全部的总动量 等于 弹开后 AB分开来了 A3公斤 我们发现 A的速度1.5 B 质量不知道 质量是B 乘上速度0.8 可是负的 所以负的 0.8 那这样子 弹开前 A加B在一起 速度1.2 质量乘速度 总动量 弹开以后 A3公斤 速度1.5 B 质量不知道 速度是往左 负的1.8 负的0.8 所以 3加B 乘开 3乘1.2 3.6 再加 1.2B 等于 4.5 减掉 0.8B 减0.8 移过来 1.2 再加 0.8 总共有2B 2B 等于什么 4.5 减掉 3.6 所以 这两个一减 等于 0.9 所以B呢 0.9 除以2 等于 0.45 公斤 所以B的质量 0.45 公斤的质量 这里 B的质量 0.45 公斤 所以是 A的答案 第十题 小明跟小婷 这里两个人 分别一个质量 小明质量 30公斤 小婷质量 27公斤 这两个人 他们本来 站在台车上面 结果呢 小明 在台车上 丢球 那丢球 他们本来 一开始 都是静止的 可是球 丢了以后 小明 向后退 向后退的速度 是1 那 结果球 丢出去了 小明 把球 丢出去 小明 自己向后退 后退的速度 是1 那 这时候 先求 球的速度 所以 V 球的速度 先算出来 再来 球 就飞到小婷 这边去了 小婷接到球 那 小婷的速度 接到球以后 小婷就后退 小婷的速度 是多少 现在 要问你 小婷的速度 有多大 首先 小明 丢球以前 大家是 静止的 因为都 静止在 台车上面 所以全部 丢球以前 总动量 是0 那 丢球以后 小明 30公斤 速度 我如果 往右边 飞 是正的 那 小明 向左 速度 就是负的 所以是 小明 速度 是负1 因为 方向不一样 速度 应该要有方向 所以 30 乘以负1 质量 乘速度 这是小明的 动量 加上 球 球多少 这颗球 三公斤的球 三公斤的球 速度 往前飞 我速度 我写V球 这个 质量 乘速度 这是 球的动量 所以 丢球 以前 总动量 丢球以后 人 加球 总动量 还是要跟原来一样 也要0 所以 30乘负1 负30 移过来 30 等于 3倍 V 球的速度 所以我知道 球的速度 多少 球的速度 30 除以3 等于 10公尺 每秒 这个是 当你小明 把球 丢出去 球的速度 是10 往右边飞 小明 自己 速度是1 往左边推 这是第一步 先算出 球 的速度 再来 球就飞到 小婷那边去了 接下来 第二步 那 在接球 以前 在接球 以前 人跟球 是分开 球 有3公斤 球 飞过来 速度 是10 所以 3乘10 球的动量 加上 小婷 原来是静止的 所以 小婷的动量 是0 所以 这个 是 小婷的动量 所以 接球 以前 球的动量 加人的动量 全部总动量 等于 接球以后 3公斤的球 加27公斤的人 全部总质量 乘以速度 我这个是V2 小婷的速度 V2 是多少 3乘以10 30 就等于 30 乘以V2 V2呢 我发现 他速度 是1公尺 每秒 这个是小婷 他接到球以后 小婷 后退的速度 所以小婷 后退的速度 是1 这一题 11的答案 11题 静止的岩石 在水平方向 如果爆裂 变成3块 所以有一块石头 这里有一块岩石 那整个爆裂 裂成3块 其中有两块 垂直互相分开来 如果整个裂成3块 其中有 我把它编号 A B C 有3块 我知道 第一块 1公斤 如果A质量是1公斤 B质量是2公斤 现在A怎么飞 1公斤跟2公斤 速率分别是12跟8 这两个互相垂直 如果我A1公斤 往上飞 如果是往北 向北本来速度是12 那B垂直方向 所以B如果往东 往东速度是8 所以次里两块 A有一公斤 向北速度是12 B2公斤 往东 速度是8 这里是不是两个方向 水平方向有动量 垂直方向有动量 可是水平跟垂直 方向不一样 不能直接抵消 不能合在一起算 所以我们先把两个分开来 我们先算 水平方向的动量 所以水平方向动量是什么 在水平方向是B的 B质量2公斤 速度是8 所以这个是水平方向的动量 水平方向这是B的动量 所以B的动量是往东 这个2816公斤 公尺除1秒 这个是往东 我这里方向向东 那垂直方向的动量 垂直方向是什么 A的动量 PA A的动量是质量1公斤 速度往北是12 水是12 质量公斤 乘速度公尺除1秒 这个是往北的方向 那爆炸以前 爆炸以后 总动量它应该要守恒 爆炸前后的动量 不应该变 因为没有其他外力 不是外力把它炸开来的 是它自己本身 内部向外炸出来的力量 所以是属于内力 这个爆炸不是外力 所以爆炸前爆炸后 动量它要守恒 那既然动量守恒 原来呢 一开始A的动量 是向北是12 这是A的动量 这个是PA 那B的动量 往东 这个B的动量 PB 它是16 这两个合起来 两个合起来动量的方向 要跟第三块 要能够互相抵消掉 这样子总动量才会是0 所以A向北12 B向东16 于是把这两块 A跟B这两块 利用平行四边形做图 找对角线方向 这个是P 合力的方向 全部总和的动量 AB合起来的动量 所以P 合起来的动量 等于谁 因为互相垂直 所以B是定理 根号 16的平方 加上 12的平方 等于 开根号 A平方 加B平方 开根号 这个就是对角线的大小 所以 16的平方 加12的平方 345 直角 三角形 算出来 这个动量大小是20 所以 整个合起来的动量 是20公斤 公尺 除1秒 这是 和全部 A跟B 总和动量 既然 总动量 等于0 那AB合起来 是20 所以 整个C 要在反方向 这个C的总动量 也必须要跟 两个合起来的动量 一样 所以C的动量 也要20 公斤 乘上 速度 公尺 除1秒 所以我知道 C的动量 是20 可是20是什么 质量 不知道 因为C的质量 不晓得 我假设质量是C 可是 屏幕告诉你说 第三块速率是10 乘以10 那第三块的速率是10 质量C 速率10 质量乘速率 这C的动量 那 乘起来要等于 全部的总动量 AB的总动量 合起来 要20 所以 C等于什么 2公斤 所以算出来 C质量是2公斤 那题目下午里 原来总质量多少 什么是总质量 全部一整块 全部一整块在爆炸以前呢 是不是A 加B 加C A的质量 是A有1公斤 B是2公斤 现在C算出来 C是2公斤 所以全部总质量 加起来 是5公斤的质量 所以爆炸以前 有5公斤的质量 这一题 是B的答案 12题 质量1000公斤的一个水箱车 在光滑轨道上面 整个本来等速度30前进 这里 有一个水箱车 假设 这是一个水箱车 这个水箱车 整个里面 它可以装水 车子质量是1000公斤 本来速度是30 那现在从上面垂直倒入 垂直倒入200公斤的水进来 把200公斤的水垂直倒进来 倒进来以后呢 结果后面再把水再漏掉 这里两个动作 一开始水先倒进来 倒进来会怎么样 首先 当水垂直倒进来 就像之前我们讲 黏土从空中垂直 掉在一个木块上面 所以我们前面 我们做过一个题目 说这里一个木块 往前 质量大M 速度是V 那有一个黏土从上面垂直掉下来 当我垂直掉的时候 没有水平的外力 所以黏土 黏在木块上 黏土跟木块一起动 可是 整个系统没有水平的外力 所以在水平方向前后动量要守恒 可是垂直方向它动量没有守恒 因为垂直方向它在垂直方向并没有运动 垂直方向有受了力 可是垂直方向被地面抵消了 这里同样的情况 水垂直注入 可是车子只有水平方向运动 可是水平方向并没有其他外力 最主要关键 水平的动量 它是守恒的 那水平动量守恒 原来在水道路以前呢 车子质量是1000公斤 速度本来是30 质量乘速度 是车子本来的动量 加上水 200公斤的水 可是水呢 速度原来没有水平速度 所以水平速度是0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 在水流入之前全部的动量 等于水流进来之后 是不是1000公斤 再加200公斤 全部总质量 乘上速度是V1 这是水掉进来以后的速度 所以原来30再加3个0 3万 另外一个是0 等于1200 乘以V1 所以我知道V1速度 3万除以1200 除出来的速度 25公尺 每秒 当我水流进来 本来速度30 结果它现在变成了25公尺 每秒 这是第一个情况 水流进来的时候 再来水漏出来呢 当水从底下漏出来的时候 整个水流下来 当水往下流 原来水在车子里面 水跟着车子走 所以车子本来有向前水平速度 可是全部整个水平速度本来25 水流下的那一瞬间 保持它原来的惯性 所以原来速度25 水流下来的时候 还是有继续向前25的惯性 这个流下来之前 车子1000公斤 车子质量1000公斤 乘上速度 水流出之前原来的1000公斤 再加上在车上的200公斤的水 这个全部总质量 本来它们的速度是25 这一开始水流出来之前 它们的总动量 流出来以后呢 水跟车子两个就分开了 可是200公斤的水 水在离开的那一瞬间 有25的惯性 因为水跟着车子走 所以车子向前速度25 所以水离开的速度也是25 这是水离开那一瞬间的动量 加上车子1000公斤 速度不小得了 假设速度是V2 这个是水流出来以后 水的动量再加车子动量 所以全部1200乘上25 等于200乘25 50再加两个0 所以有5000再加1000V2 所以1200乘上25 这个乘出来 刚好是30000 30000等于5000 再加上1000V2 所以一向过去 25000等于1000V2 所以V2等于多少 V2等于三个零效调 等于25公尺每秒 所以当水离开的那一瞬间 整个车子速度维持原来一样 还是25 所以这一题C的答案 这一题要注意的是 当水流下来 从空中垂直掉下来的时候 因为没有水平的速度 所以没有水平的动量 所以水流下来 车子全部总质量增加了 可是总动量不变 所以当水流下来 车子速度变慢 所以刚刚流下来的时候 本来速度是30 水流进来了 速度变成25 那现在水流出去以后 从底下再流出来 水离开车子了 可是水有刚刚向前的速度 也就是说 水会把车子原本的动量带走 因为水在车子里面 本来速度是25 所以离开前速度25 离开后速度还是25 水的速度没变 水的动量没变 那车子原来速度25 所以车子还是维持不变 从这种题目 以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水随时流下来 速度减慢 可是水随时流出去 速度就维持不变了 速度减慢